这很强的对比色 那么这之间一样 比较深的紫红和黄绿是对比的 这个红橙和绿蓝是对比的 橙黄和这个蓝紫也是对比色的 就这个颜色带的一块对比很强烈 对角线 那么相邻的颜色就叫临近色 街坊邻居一样的 临近色也叫协调色 协调 在这边拿的挨着三四个 这都是临近色 就是蓝的挨着蓝的挨着紫的挨着红的 这边呢就临近色 临近色容易协调 就穿这个衣服也好 画画也好 这边呢各在一块呢 它比较调和 像一个调子 如果黄绿 这一块连着 偏蓝点绿也好 绿也好 黄绿也好 到黄也好 这点呢都是比较临近色 它基本是一个绿色点 是吧 那么鬼管这叫紫色点 这点叫蓝色点 是吧 这叫紫色点 那么这个呢 黄绿也好 蓝绿也好 这绿色点 偏黄一点都行 那么黄色点 这是橘红色点 就是临近的色彩 就是比较协调 相对的 这边色彩呢 就是对比的 那么西洋呢 它还有这种说法呢 就叫冷暖 因为色彩呢是有感情的 我们画的颜色以后 然然感觉这个画面呢 比如都是蓝的呀 都是很蓝或绿的颜色呢 感觉很冷 就冷色 冷色呢就是冬天的颜色 比如下雪了 是吧 这个海水了 这个下雨了 都是凉的这种颜色 那么黄的 红的这种颜色 这个颜色呢 它比较就像火光的颜色 就是暖 比如我们画的灯光的颜色也好 夕阳的颜色也好 都是红啊黄啊这种颜色 它就感觉很暖 叫暖色 所以从红黄这般来 可以说 就是暖色调 从紫红 完了在黄绿这边呢 就冷色调 一冷一暖 所以冷色它和暖色 也是个对比 这个 我们在绘画里边呢 就用这个关系 用临近色 造成一个色调 色彩的调子 说这调子 它什么调子呀 说冷色调 就是蓝绿的 说的暖色调 那就是呢 红黄的 这样呢 另外呢